7月3号 周杰伦即将踏上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舞台 举办他的个人演唱会 之前周杰伦在台北的演唱会 请来了绯闻女友蔡依林作为压轴嘉宾 并大跳贴面热舞 引来全场沸腾 那么北京歌迷是否会有幸看到双击热舞呢 我觉得要有新的东西比较重要 而且大家已经看过了 我觉得在歌曲上面 可能会做一些变化吧 可能有些是在台北没有听到的歌曲 我在这边表演 有些东西就是要换来换去 我觉得 因为如果说是 你说找同样的嘉宾 我觉得怕没有心意 我觉得就是要让大家意想不到 这样比较好玩 自台北演唱会合作之后 关于周杰伦与蔡依林复合的传闻不绝欲耳 台湾某媒体更是爆料周杰伦送蔡依林钻戒 已是和好的说法 在当天活动的采访中 还没等记者提问完 周杰伦又迫不及待地澄清了传闻 好开心喔 对这我要否认一下 对啊终于有人问我了 对 因为一直没人问我 大家都以为是真的 很多事情不讲 不代表就是默认的 就是没有时间证明 然后有些东西也觉得很懒得去澄清这样 那台湾那个狗周刊 那个狗杂志 其实就是 本来就是 喜欢写些有了没有了嘛 对那我觉得 他编出来那个 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了 对对对 我什么时候会去买一个钻戒 要买给我妈嘛 对所以我觉得 呃像当时 我没有马上出来呈现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太好笑了 我觉得算了 后来不对 越来越多人相信了 好终于你现在问我 奇异娱乐 北京跑道